開喔 不要怕 暈它 暈它 欸 沒錯 暈它 好 多多多多 哇 好硬 好硬 哇 太硬了 各位 這幽靈中央真的太硬了 大家有沒有看一下 能天使打他 都在拋光 就可以知道這東西有多硬了 真是很誇張 其實 我非常強力建議大家這一關 如果你沒有 高級的法傷害人的話 我強力建議這關你是可以跳過來 因為這關真的太機車了 Change Bet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師傅 今天呢 我們在通關我們小克的課藥迷境吧 對 課藥幻境的漏歌模式 繼續我們上一部的影片喔 那我們上一部影片已經把前三層打完 那就是剩下最後面的第四層跟第五層喔 不過呢 薩克稍微看了一下喔 對 我發現呢 其實我們接下來面對的關卡有那麼一點點的不樂觀啦 首先第一關呢 是 繡煙帝喔 對 這個薩克之前就已經跟大家講過 這一關呢 其實比較不建議大家選 是因為第一個 他這關的環境非常的惡劣喔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繡煙帝的話是有自暴蟲的 那雖然說我們有拉狗 但是呢 我們的隊伍目前好像是缺補師吧 對 我們目前有的補師 只有奶盾跟傑哥 對 沒錯 我們只有奶盾跟傑哥 那我們雖然有了能天使啊 又有K神 但是 對 這一關呢 還是不怎麼好搞喔 對 我們還有姑姑啦 對 我們還有姑姑 只是畢竟姑姑只能一個人 嗯 應該說這個位 應該說 比上次的地圖好一點點 因為上次地圖這邊都不能佔人嘛 那我們這次陣容稍微比較好看了一點 那我們應該是可以做一個賭門的動作 對 我們應該是可以做一個賭門的動作 比如說 嗯 對 我們就把 好 我們就做這樣子的動作 我們把幹員部署在這邊做防守 然後放個姑姑在這邊 然後這邊放個狙擊 然後這邊會出現那個破擊泡兵 我們就交給傑哥去單吃喔 好 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 這個荒野軍校生我是絕對不會建議大家選的 為什麼 首先呢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是個加速跑道 你完全不能擋人 然後在你沒有特種幹員的情況下 這一關 欸 這一關我覺得至少應該是要有個奎引 或是有 對 有特種幹員去擋住 不然的話 你讓他安全加速 不管你什麼東西都會被戳到死啦 那這關呢 高台位能放的地方也只有這裡而已喔 這個非常惡力的關卡 除非你就用賭門啦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大家打這一關 好 那我們就打修煙地吧 因為我們好像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對 我們就是修煙地吧 那我還是覺得我們沒有小羊或是決戰技能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好啦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OK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OK 其實我覺得漏勾模式輸了沒有關係啦 因為畢竟這個模式還是還蠻吃人品跟運氣的 真的 他算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模式 但是如果你的 有的幹員太少的話 其實 是蠻不好打的 對 個人覺得是蠻不好打的 OK 那我們這邊遇到狗狗了 我們遇到狗狗了 我們先部署個嘴砲老鼠 秦道夫好了 對 先部署秦道夫 秦道夫來打狗狗 好 放一個補師 補師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這樣子放嗎 嗯 也不是這樣子放 這樣子放好了 對 我們就這樣子放好了 OK 放個補師 因為畢竟秦道夫還是有點軟 好 那我們就搶費用 走這個地方放上阿能 放上阿能 好 然後這個位置呢 我們 呃 那邊出現一個敵龍 我想把它先切掉 OK 把它切掉 好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我們放個拉狗好了 對 拉狗放在 秦道夫的屁股後面 秦道夫的屁股後面 把插實 傑哥 OK 好 撤退掉傑哥 因為他會害我們 他開電會害我們 就是沒有錢 對 他每3秒吧 就會扣3點喔 對 其實 對 其實 如果你沒有先鋒 或是大量支援 支持他開電的話 其實是蠻悲慘的 OK 那我們應該這樣子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出現破擊炮兵了 那就出動傑哥吧 傑哥交給你啦 對 你就幫我守住那條路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 看到這個會自爆的小王八蛋 我們就用這個會沉默的拉狗來對付他 OK 沒事沒事 好 那 傑哥一直持續的扣血了 但是 只要敵人出來的話 他就不會扣血了 欸 那裡面又出現 又出現新的敵人了 哇 真的 不得了 好 等一下喔 我們 搶一下費用 放了K神 用K神來打他好了 OK K神丟死他 不要分心 QQ又不要分心 專心的丟你那個 OK 很好 不要分心 好嗎 不要分心 PASSION PASSION 欸 耐心一點 OK 專心 專心 好不好 專心 OK 哇 那我們很幸運的 欸 其實 其實也還好啦 就補師陣容下一下這樣就可以了 就沒有說很困難 只是那自爆蟲喔 在你沒有沉默的狀況下 打是真的蠻痛苦的 所以其實昨天群組有人問說 欸 我進位要選拉狗還是要選誰呢 當然是選 當然是選拉狗阿 你選機翅的話 你選機翅的話 雖然說機翅你升級上去之後會變得很厲害 但是畢竟還是要升級一次嘛 對 然後拉狗基本上你只要精一 就已經可以發揮全部的戰力了 真的 其實 還是有差的阿 那我們開個腦飛太 OK 有沒有 知道從完全被封鎖了 哇 我們居然很幸運的 這一關完全沒有損任何一滴血 真的很棒 OK 戰術 戰術通 OK 計畫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有9點希望了喔 那我們還是要 還是要賭一下 看看我們這次可不可以拿到數4升級喔 喔 就是進位升級 好 OK 那既然已經在這個時候拿到進位升級了 那我們一定是沒話說了 我們一定是選我們的贏老闆了 對 絕對是選贏老闆了 那我們就賭下一個進位升級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進階的贏老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很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已經有決戰技能可以丟了 OK 其實這樣就比較安全一點點了 那不期而遇 我們來看一下遇到什麼東西 好 這是什麼 疲憊的檢查站 進位局成員 我們看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消耗2點目標升級 獲得3點希望 嘎吾吊士 需要獲得嘎吾吊士 喔 嘎吾吊士沒有 嗯 消耗2點生命值獲得3點希望 其實 我覺得可以耶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血量很多嘛 我們血量其實很多 我沒關係啦 就給他吧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獲得 這算是一個交換吧 喔 法術與鐵毯 這關我記得是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 你遇到群裝備驚羊的決裂者 喔 這一關呢 就是非常吃先鋒的關卡 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先鋒的話 你打這關會很痛苦 對 會非常痛苦 那好險我們還可以 然後這關會有飛機喔 所以一定要準備那個單體狙擊 好 還行 那我們就打吧 那我們大家看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臨時招募的人給換掉了 對 不好意思喔 你真的 對 我選了你 結果我還是真的沒有用到你 這很奇怪 OK 那我們這邊 群老闆當然是選 強力極鋼馬型 那其實血徑分寸生存法則也不錯 戰力開始缺人的情況下 然後又沒有坦的情況下 其實贏會可以充當一個坦克 好 OK 那我們就這樣子吧 對 我們就 老樣子 就這樣子吧 那這關打的話一定要有先鋒喔 你這關如果沒有先鋒的話 你一定會翻車 你絕對會翻車 因為這關的回廢就跟那個什麼 C-5一樣慢 又是非常非常的慢 好 OK 那我們開場的先部署 嘴砲 老鼠 青道夫 哇靠那那是什麼 無人機欸 突然出現很恐怖的東西了 OK 那我們這邊 嗯 對對 我覺得 阿內姆湯 青道夫 青道夫 顧顧 青道夫 顧顧 然後再加上 嗯 再加上我們的 後面會有一隻敵人 蠻麻煩的 我在想要不要把他點掉 可是問題是 對 問題是 他站的位置很不好 很不好那個 好 那我們先這樣子吧 對 我們 我們先這樣子擺吧 對 那就沒關係 反正我們有在補血 沒差 好 強費用 OK 我們先出動我們的 先出動我們的 對 我們先讓他這樣打吧 對 先讓他這樣打 我想一下這光 因為我這個配置我沒有打過 這個配置我沒有打過 嗯 好 那我看一下我們 出動一下 對 我們出動了 銀老闆好 來點他 來點他 因為銀老闆有魔抗嘛 對不對 把他點掉 OK 還行 OK 點掉了 點掉了 NICE喔 好 強費用 好 這邊我們 擺上我們的古米 放在這個地方 做阻擋 OK 還行 還行 還可以 好 我們接下來 就把嘴炮老鼠 請到 欸 應該也不是說 撤退掉欸 因為 喔 後面 還出現大量的敵人 等一下喔 等一下 等等等等 好 太大 $4 好 Italy 好 手押 好 我心痛 對 這裡 有開 雖然也有 然後還是以太多 要做 eight 這個 這三個 這個 一些 看 0 後面 好 對 拉狗應該不屬在下路 沒辦法 因為這關我沒有打過 OK 沒關係 就露個 露個李姿 好 就給他露吧 OK 行行行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 還行還行 好 我們 銀輝 銀輝 撤退掉 銀身撤退 我們擺個 阿能 對 放在這個地方 好 多多少少做一點火力輸出吧 雖然我已經不指望 已經不指望說阿能他 能做多少輸出 但是 無人技開始 全力攻擊了 不過阿能開技能了 還可以 喔 OK 擋住了擋住了 太好了 太好了 OK 我要被敲魚了 不 但是 沒事沒事 喔 沒有 拉狗 像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前面露了幾隻阿 我們剛剛前面露了兩隻吧 對 好像露了兩隻 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露了兩隻 好 那這邊 嘖 媽的 上 傑哥 其實傑哥很厲害阿 傑哥真的是 集成戰略很厲害的一個幹員 可以自己補血 然後之後又可以緊急補位 多棒阿 不用怕 我給我打阿 好 這關雖然前面有點損血喔 不過因為我們是選指揮分隊嘛 指揮分隊 每到一個新的地圖呢 會給4點生命 所以應該是還好 OK 就給了4點生命了 喔 你看 我們是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損血 喔 我們現在希望來到12了 我們可以大量招募厲害的幹員了 又一個禁貴招募卷 太好了 這就是要招募什麼呢 這很明顯就是要讓我們升級贏輝的 太好了 我們有 終於我們進戰的第一個決戰技能 決戰技能 這很重要 那狙擊幹員的話 我看一下 要招募誰呢 嗯 要招募W嗎 其實W也可以 W也可以 嗯 但是 嘖 嘖 嘖 他要6點希望 可是我目前現在還是 沒有一些很關鍵的幹員 對 我們一些關鍵的幹員還是沒有 怎麼辦 嗯 其實我覺得有點不太必要 有點不太必要 好 那我們一樣先把 費用存著好了 對 我們先把費用存著好了 不然我們招募個流星來幫我們打飛機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 嗯 對 我們那我們就 欸 我們就招募流星吧 反正我們希望還蠻多的 我們不缺希望嘛 對 我們不缺希望 很難得我不缺希望的情況 就發生 好 不其合遇 來看一下什麼東西 喔 這是維多 這個我也 這是 喔 獲得椰子殼 神聖原始手榴彈 這什麼鬼東西 所有部署費用 所有幹員的部署費用 夾用彈攻擊力 哇靠媽的 這 這有點 這有點靠杯 這挺靠杯的 OK 雖然說他給了 很優惠阿 能力值很強 但是附屬費用加6 有點太扯了一點點 算了 我們不要選好了 畢竟這個已經 這個也有點太扯了 對 這樣會阻礙我們通關的 對 好 惡魔獵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關是 喔 這一關是薩卡之故用兵喔 對 會有那個 狙擊手 這有狙擊手 那這一關我教大家怎麼打 對 這關其實沒有很難 好 現在我們把我們的 流星換上 因為這關需要打飛機 那 贏老闆 對 贏老闆 切換成真音雜安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吧 開始 對 開始行動 教大家怎麼打這一關喔 這關其實沒有很難 呃 只是前面 那 贏老闆 會被他們那個什麼 上卡自居首的陣容給嚇到 但是你不用擔心喔 對 不要擔心 欸 沒有很困難 好 那 有沒有開場 敵人會在這邊站裝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欸 先把贏老闆放在這裡 先把贏老闆放在這裡 對 直接丟下來齁 不要懷疑 欸 直接丟下來 然後讓贏老闆 慢慢把這個敵人給戳死 因為 因為是遠程地人嘛 所以他打贏老闆其實一點都不痛 然後這邊再放上拉狗 然後看情況 如果這關是緊急作戰的話 你其實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就直接開真影展 因為畢竟那個特攻會降低那個什麼 會降低 會降低那個阻擋數 所以呢 早點開真影展其實是有好處的 OK 然後你這邊這個地方 你再放上我們的阿能 對 在放阿能 然後去做攻擊 然後這邊放上一個群部 這樣就可以直接把這邊全部罩住了 沒有問題 缺費用的話嘛 對不對 你這邊放個先鋒 放個先鋒 下面會出特攻 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你把 你把特攻擋住技能上 這關就沒有難度了 只是後面這一關呢 會出現那個 薩卡斯會綁人的法師 好像是吧 對 他還會出現那個轟炸機喔 也比較麻煩一點點 沒事 沒事沒事 只要擋住就好了 好 那這邊阿能會開技能 會把他消滅掉 OK 沒事 順順的 還可以 好 OK 全部都打死了 好 那 特攻出現了 對 特攻出現了 對 特攻出現了 對 這關其實麻煩就是特攻阿 因為他會降你你的阻擋數 然後除此之外呢 沒什麼太大的難度 好 那我們這樣繼續 嘴砲 可以繼續嘴砲 繼續敲他 沒事的 OK 好 那敵人開始進行第一波總攻擊喔 其實這邊你就可以 看看你這邊要不要直接開真影斬了 因為 對 你看要不要直接開真影斬 直接躲 直接躲 因為畢竟這蠻麻煩的 呃 被這個特攻Rush到 如果你是沒有決斬技能的話 你就會漏怪了 你在這邊你就會漏怪了 那我們這樣子也是很順利的清掉 點力波攻擊喔 那出現這一個 這什麼 轟炸機喔 對 我們就出動特種幹員去踩他 這樣就沒事了 那轟炸機會被 會打下來 OK 一樣 搶費用 那基本上這關就沒有太大的難度了 喔 這邊會出現 這邊漏掉了嘛 對不對 你這邊把他擋起來 對 用那個奶盾把他擋起來 OK 那我們剛剛 因為我們已經丟掉那個真影斬了 所以就是 沒有真影斬可以丟 這邊我們開啟咕咕的技能 我們就吃一發爆彈 還可以 喔 漏掉了 對 因為 可惜啦 可惜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其他多餘的地面幹員可以阻擋他 所以就漏掉了 沒關係 OK OK 那這關大概上 OK 那這關大致上就像這樣打啦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喔 好 那我們 看一下我們這次會拿到什麼東西喔 啊 又是狙擊 一直給狙擊 沒有給術士其實真的蠻麻煩的 對 他如果再不給術士的話 其實真的會不好打啊 那我們這邊升級我們的流星 升級流星 OK 那我們原始定拿 好 補給品 來看一下拿到什麼補給品 OK 這什麼東西呢 看一下拿到什麼東西 喔 脫水仙人掌 這個好像是加部署數量的 欸 這個好像是加部署數量的收藏品 對 可惜帶幹員加1 還可以 好 那我們居然已經打到第五層了喔 那這邊呢 我個人建議 就不要再打緊急作戰了 因為緊急作戰通常會有蠻高的難度 那在我們收藏品其實 你覺得已經很夠的情況下 緊急作戰其實沒有很必要 那我們就走上路吧 喔 獲得5點原始定 OK 欸 是 我的5點原始定 虛實洪流 喔 這一關呢就是一個 對 那個 幽靈組長會很硬的關卡 那就是沒有 我們之前就有遇到過了嘛 對 幽靈組長會很硬的關卡 那這一關的話我們就 好 我們就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小羊 比較難打一點點 對 我們但是他不是緊急作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大概長什麼樣子 希望不要像上次一樣 這麼靠 靠北啊 哇 這敵人超級硬的 也不知道再硬幾點 好 那一樣我們開場呢 先部署青道夫 放在這裡一棒 對 嘴炮 青道夫 那這一關麻煩的敵人是衝鋒哥喔 對 衝鋒哥很討厭 對 這關麻煩的敵人是衝鋒哥 對 衝鋒哥 放上光的鼓咪 對 一面衝鋒哥 撞進來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擋他 按錯 放錯 放在這邊才對 銀灰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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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我們擺上能天 然後能天 OK 那這邊我們 會擋打不住 打不贏很正常 對 會打不贏很正常 因為敵人這真的很硬 對 很硬 那我們這邊放上拉狗 OK 沒事 那因為雖然說衝鋒哥 阻擋我們 消耗我們鼓咪所有的阻擋數 但是呢 我們 我們有能天使在照嘛 所以其實其他小兵是他還好 對 是 對 是還好 OK 那我們放上我們的 咕咕 放咕咕 好 我們期待我們拉狗 可以把這隻衝鋒哥打死 OK 那打死了 那這樣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那谷咪還是一樣 可以繼續擋住這隻衝鋒哥 OK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放上 我們至少來點法傷好了 放個卡達 放卡達 好 幽靈組長出現了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幽靈組長 他的硬度怎麼樣 來取決於我們要不要開這陰斬 喔 我覺得要開 太硬了 太硬了 對 太硬了 好 開 對 等一下喔 等他進來 開 不要跑 暈他 暈他 沒錯 暈他 好 多多多多多 哇 好硬 好硬 哇 太硬了 各位 這幽靈組長真的太硬了 大家有沒有看一下 能天使打他 都在拋光 就可以知道這東西有多硬了 這真的很誇張 其實 我非常強勵建議大家 這一關如果 你沒有高級的法傷害人的話 我強勵建議這關你是可以跳過來 因為這關真的太機車了 對 真的很麻煩 對 那幽靈組長就是硬到一個 懷疑人生的地步了 真的太誇張了 那硬度真的是已經超出常理了 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討厭這一關 極度討厭這一關了 極致討厭 OK 哇 然後這麼多幽靈過來了 我們 他是在搞偶我們是不是啊 他是在搞偶我們是不是 覺得我們已經快要葛屁了 開個 開個 哪飛太 救他一下吧 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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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太硬了 硬到一個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地步 又是機會幹員 哇這是搞我是不是啊 這真的是在搞我啊 醫藥幹員已經有一隻了 那就不用再選了 OK我們選擇 我有點想選莎莎 但是我很怕待會他就出小羊了 你知道嗎這就是Fucking尷尬 我蠻想選莎莎的 對 對我蠻想選莎莎 但是我就很怕他會Fucking出小羊 好啦我們選剋刀 可是剋刀沒有升級上去好用嗎 這各位你知道這就是一個 抉擇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個抉擇 我看一下我們現在隊伍不缺 不缺輸出 我們缺工具人 對還有傷害坦好吧 我覺得還是只能選莎莎 OK選莎莎 好不要講那麼多 哇掉太多血了 真的掉太多血了 我們待會安全我可能要選那個了 對安全我可能要選那個 進階任意一名幹員 喔不錯喔 這個不錯喔 對我們選這個 進階任意一名幹員 太好了我們可以順利的進階莎莎了 對我們就進階莎莎吧 OK莎莎也是很厲害的角色啊 而且剛好我莎莎已經無淺了 OK那我們絕對不打這個緊急作戰 對我們絕對不打這個緊急作戰 太血尿了 不打他 獲得兩點希望 OK沒事 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是需要加血量 對應該是需要加血量 消耗十點原始定 獲得希望 喔一堆希望欸 欸我們這一場 不缺希望欸知道嗎 我們希望是滿的欸 哇靠媽 結果是遠古兼兵 我絕對不打遠古兼兵 真的 我絕對不打遠古兼兵 遠古兼兵真的太血尿了 我絕對不打遠古兼兵 真的太 這東西看到喔 大家看到這個東西喔 就千萬不要選 知道嗎不要選他 對你願意去選這個 烏谷群魔喔 就是有那個 有那什麼來著的 對 那什麼東西 楊顛風喔 對有楊顛風 你也不要去打那遠古兼兵 真的我遠古兼兵 選下去一定漏怪 絕對百分之百漏怪 真的 因為那地鐵真的太惡劣了 超級難打 Fucking難打 真的 絕對不選遠古兼兵 OK 那我們選這個 烏谷群魔喔 OK 烏谷群魔 啊 給你給你給你群魔 群魔亂武是吧 群魔亂武是吧 好那我們開場呢 對我們一樣老套路喔 對我們就是銀輝先下 對一樣下在這個地方 對基本上就跟 之前的打打差不多 一模一樣 銀輝先下 之後我們補一個 對我們補一個會搶費用的概念 那我們這次我絕對不會再搞錯位置喔 因為我們上次好像把拉狗擺在這個地方吧 對 有點有點尷尬 對挺尷尬的 對 好我們這邊放上我們的 拉狗 然後搶費用 搶費用 搶費用 待會如果有錢了 我應該會直接做一件事情喔 我應該會直接把那個什麼 傑哥賭在這邊 我應該會直接把傑哥賭在那裡 好 那這個地方 因為這畢竟 這個已經是把戰線分割成這樣子了 好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去惹他嗎 去惹他嗎 對我們這邊放個 古米好了 對我們一個一個清掉 對我們一個一個清掉 先把這次清掉 好 OK 拒 開拒 拒他 拒他 OK OP沙沙 對 OP沙沙 猛的 好這邊我們放上我們的 咕咕 對把咕咕放在這個地方 咕咕放在這邊 補血 好那我們 嘖 哇這邊敵人稍微如果你覺得太多 如果說處理不了的話 陣營斬就剁掉下去了 陣營斬就剁掉下去了 不要懷疑了 OK那這邊我們一樣就是搶備用 我突然有種衝動 我想直接把傑哥塞在這裡了 對 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 直接把傑哥塞在這個地方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陣容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這關沒有會飛的敵人嘛 對所以其實 繼續幹員就還好 對我們主要是 這些討人厭的地面幹員 先把他處理掉 對不對 好像這個地方已經開始移動了 對我們就直接剁吧 對 直接弄下去 弄死他 剁爆他 剁死他 對 剁爆他 反正我沒有奶盾 OK沙莎真OP啊各位 猛的 然後順便連這邊的魔劍士出來 也一起收過路費喔 真猛喔 這就是危機合約指定重裝幹員 沙莎啊 這太猛了 完全不後悔練 真的 打他的二號技能鑽山上去的 真是神黨殺神啊 真的很猛 OK 好我猜待會的話 應該是那個 這邊直接開進了 哇賽 出現了 出現會捆綁PLAY的敵人了 OK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我們還是有地面幹員可以 阻擋的 OK沒事 欸欸欸 可是這邊 這邊感覺是會漏的 這邊會感覺是會漏的 這邊會感覺是會漏 我們是不是沒有太多的地面幹員可以用 哇 哇 淫灰葛屁了 我們剩下我們的嘴炮老鼠青道夫還在死撐 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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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剛剛我失撤了 我失撤了 我失撤了 不 肉怪了 肉怪了 Fuck 失撤了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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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因為他剛剛把古兵綁住了 對 有點難搞 有點難搞 媽媽你在打 你在打 跟我的 最強魚飯單挑 小紅八糕子 欸 你在打 戳死你 好OK 那我們就把這關給處理掉了 我覺得總之啊他 不要 怎麼講 好險不是打遠古兼兵啊 真的真的 因為我覺得 打遠古兼兵來講的話應該會更慘 可是也不對啊 我們這場是不是有非常多的那個什麼 我們不是有非常多的狙擊 啊算了算了算了 OK 特種幹員喔 我們 又是狙擊 我覺得 以之前的 案例來講 那就是要我選特種 OK 啊我們的那個什麼 對 我們那個 我們的捷克已經滿級了 對 我們應該還是需要一個 對 需要一個工具人幹員 好 我們在選我們的利喔 對我們在選利小姐 呃 溫蒂小朋友其實我也很想選 可是問題是溫蒂小朋友 他沒有金二的話 對他沒有金二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能 對我們戰場的影響度其實是有限 因為我們一號技能 二號技能其實都還沒有賺 好啦 OK 我們最後面又要打浮士德了 對 又是浮士德 那浮士德基本上 沒有什麼好話好說的啦 浮士德就是那樣子的打法 那我們這關 我總覺得我們這關的地面幹員很少 對我們這關的地面幹員很少 對我們這關的地面幹員異常的少 雖然說 雖然說 雖然說我們該有傷害的地面幹員都有 但是 欸好像 也不是很樂觀的感覺 而且我們的法商也只有 卡達一個人 好我們把 克洛斯換掉吧 我們把 可可達要換掉 好我們就用這樣子陣容去打吧 Let's go 打起來 我們這關沒有小羊 但是我們有淫灰的真影斬喔 所以 好啦 還算是可以啦 因為如果 連真影斬都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這一路走下來 會更艱辛一點點 好我們這邊 我們直接部署我們的 嘴炮 嘴辣 嘴辣 一模一樣套路 對這一關我已經打到 我眼睛閉起來 我都會打 OK 好 那一樣就是 快點 嘴炮啊 你連嘴炮都要等時間 你連罵人都要等時間 是不是 好 OK 放上我們的拉狗 OK 好 再放上我們的 嗯 要放誰呢 要放誰呢 欸 放銀輝嗎 欸 放銀輝 銀輝放下來 OK 銀輝放下來之後呢 我們再放誰呢 所以我們放個 卡達 欸 卡達 放在這個地方 好 卡達放完之後 我們放 我們放那個什麼 咕咕 我們放咕咕 咕咕放在這邊 咕咕 咕咕 放下來 咕咕 滑鼠有的時候不太聽話 OK 哇 敵人進攻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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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人進攻了 拉狗加油 我 我 決定了 我直接剁了 沒有我直接剁了 因為我怕他會把我的幹員給敲死 OK 我直接剁了 不管啦 直接剁了 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對 就剁下去就對了 好 那這邊呢我們 我們 補上我們的 阿能 要補阿能嗎 欸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可不數的幹員 數量有點少啊 哇 這麼血尿喔 這麼血尿的喔 OK 阿沒事沒事沒事 好啦好啦 然後我們這邊 撤退掉 嘴炮老鼠 放上我們的 古米 開啟浮游炮 開啟莎莎 OK 把它鋸掉莎莎 NICE 莎莎 喔 真的很猛 哇 莎莎好厲害阿 欸莎莎真的好厲害阿 OK 然後結果我們這一關門天使居然 就 就在那邊看戲 欸看戲 OK 喔 大錘進來了 腦肥胎 啟動 醫療MOD 啟動 好 出現福士德了 福士德 一下 兩下 三下 好 上把力 四下 欸 他可以吸掉第五下 欸 你想幹嘛 我這次絕對不會再做謝博士了 沒錯 一下 繼續擋 上 上阿力 OK 我知道你要幹嘛 對 再來撤退 哇 好棒阿各位 這麼多隻敵人欠舵 真是欠舵 舵抱他 抱他 上 莉小姐 上 交給你了 喔 不 忘記撤退掉 OK 不要怕 給我打 好 出動 你看我已經閉著眼睛都會打這一關了 沒有難度阿 真的 我好像好像從來沒有打過他的隱藏關卡 對我打了這麼多輪從來沒有打過隱藏關卡 就是那個什麼 遠古間那個什麼 寒災喔 對我好像從來沒有打過寒災 真希望有機會可以打寒災 嗯 好 顧著講話 忘記撤退料理 OK 哇 敵人又出現了 這麼多隻 蠻難搞的 繼續 繼續繼續 然後 飛太啟動 OK 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顧不了那麼多了 顧不了那麼多了 你老闆 你的充電 老闆 老闆 老闆你的充電 對 墮下去 墮下去 老闆 媽 全世界都在等你 全世界都在等你的真英斬 你不要只是 只是你妹被人家拔了之後 你才會拔真英斬好不好 墮他 OK 好啦 以上呢就是我們沒有小羊 然後只有一個決戰技能的打法 對我們又通關一次集成戰略了 對沒錯 然後這一次的影片比較特殊一點喔 我們已經從第一層 對一到三層 我們已經 因為雖然說是分成兩部影片 但是呢 從一到三層 然後之後到現在四五層 我基本上已經把集成戰略通關的一些 要點都已經跟大家講了 反正就是 指揮分隊 指揮分隊是個真的很強的一個模式喔 然後再來就是 對就像我說的 之前影片都有整理 那如果你 還沒有去看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把薩克的影片 因為我真的 我不是在打嘴砲 我是從你一開始 從第一層 一路打到第五層給大家看 OK 那你就照薩克的一些 選角的邏輯阿 還有通關的一些 思路阿 然後就是照著我的一些 通關方式去做 那基本上你應該都可以很快樂 通關集成戰略 好啦 O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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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讓你們打聽到 什麼時候 說出聲扶持